剛才你提到,匯控你也看得很好的 不過你覺得其他股份升的機會比較大 例如6月來說 你覺得新經濟和舊經濟的輪動會如何發生呢? 例如6月,投資者想做一個部署 你建議他們買入什麼股份會比較適合一些? 我想6月份部署和5月份都是一個大體情況一樣 就是要看得更近 剛才提到一些新舊經濟的輪幻 其實不止新舊經濟 新經濟的環節當中,資金輪幻可以很快 可能幾天有炒領一個層次 幾天之後有炒領一個層次 資金走動會很快 我想這是第二季開始 也開始這個情況 就是大市好像上網也不太多 空間也放在這裡 所以在炒股不炒市之下 其實你見到資金繼續在這裡 不斷在這個環節周圍換來換去 所以在6月份剛才第一個關鍵 就是要看得更近 我覺得暫時在傳統經濟 可能在6月初表現會比較理想一點 因為新經濟始終是受制政策因素 你始終就像美團那樣說 上次阿爺叫他坐下談談 到現在都沒有一些歐金出來 即是沒有一些結果出來 還有一些因素在這裡 加上他們幾家都曾經配股 即今年是小錢之年 所以市場可能對他們還有一些戒心 所以可能是短暫的技術反彈 或者是回落是有的 但是可能季初 傳統經濟 比如一些香港的地產股 或者一些傳統的工業龍頭股份 可能那個表現也會比較好 另一個系統就是物管股 因為物工股經常都說 物工股的行業本身是很穩定的行業 但是因為內地的發展周期是初步 是一個高增長期 所以變成一些股值是比較偏高 迫固然服務 即是剛剛配股 但是股值也是供應幾十倍雙位數 PE也挺貴 但是市場可能暫時來說 都記憶可能今年他們在規模繼續擴大 也是可能在增長 可能會提升好一點 另外一個系統就是一些航運股 航運股我想幾個星期前 都一直都說 其實今年很多突發性因素 去年的需求延遲到今年 今年初一條河有失賣 令這個需求更加集中在某一段時期 令到現在整個市場找個集中商都很難 所以運費所有的成本 光山貨指數、巴拿馬、學俠指數 全部都是一個上升趨勢 這個請得到航運上對航運股也好 另一個系統就是看回一些科技股 科技股不是互聯網服務 是剛才所說的 是說一些電子硬件的 譬如一些精密硬件的供應商 譬如一些升學軟件 或者一些半導體的設備 這些可能在台灣的公司 或者A股的公司 都會受惠 比較淡一點就是留意大型的 一些金融股或保險股 其實保險股今年年初到現在 都平靈無期的 市場暫時的焦點都不在 當然近期A股可能走勢會好一點 對保險股可能有利 尤其對中資保險股來說 要面對一件事 就是市場競爭加大了 你看到有幫股價也能解釋到 有幫有看好就是因為它進入中國市場 對內利的中資保險股來說 它進入我就不妙了 簡單來說 所以對這些保險股來說 增長動力可能會弱了一點 這是要留意的 但我剛才看到了 因為市場的頂競爭 都是一筆民營數 ZETA輪換很快 所以當一個ZETA 下降 如果不是一個已死的行業 其實它還是有翻生機會 所以廢話一點說 真的看得緊一點 可能部署策略就是 新舊經濟 我想季初可能放舊經濟多一點 季初你說6月還是7月 即是6月初 即是6月初 可能會放多一點 究竟尤其是 尤其是看回一些 剛才說的學運股 或者一些工業股 或者剛才提到的 手機設備 對 然後就先留意一下 當然去到一些位置 然後再留意一些 落後的版塊 因為即使是職休股來說 你在第三季 即是三月打後 你會看到很明顯的跡象 職休股去到一些高位 技術高位 就能夠獲利盤回徒 大幅下降 聯想創貨都是這樣的情況 新州也曾經出現的情況 這些你要解釋 純粹獲利 職業的業績是很好的 亦是強勢 行業也很強 中信也一樣 1919 中遠 中遠 所以看到是真正的 sector rotation 即是行業交替的主題 體驗 更生意 興建的 好 尊重 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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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